K线是我们在投资时非常重要的资讯, 也就是我们在看盘软体中会看到红红绿绿的柱状图, 由开盘价、收盘价、最高价、最低价所组成。 透过K线,能够了解股价在一天、一周、甚至是一年当中是如何波动的,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日K、周K、年K等。 今天的影片会透过图示的方式,带大家快速认识K线的各种形态。 嗨大家好,我们是口袋小学堂的制作团队。 从零开始一步步教你基本投资概念, 学习正确的投资观念与知识后, 你也可以迎接自己未来的理想生活, 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,那我们开始吧! 传说K线最初是由日本人发明,所以又称为日本蜡烛线。 而K线本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,蜡烛本身,以及两端的竹心。 蜡烛本身的上下端,是以开盘价及收盘价所决定。 而蜡烛上方的竹心称为上影线,由最高价决定, 下方的竹心则称为下影线,以最低价决定。 而竹心的长度,也就是影线的长度,表示这段时间的骨架波动程度。 影线越短,波动越小,影线越长,表示波动越大。 那么,K线的红绿两色分别代表着什么呢? 在欧美地区,红色有着警告的异味, 所以在美股K线图上,以红色表示下跌。 但是在台湾,红色代表着喜庆, 所以K线图上的红色,表示上涨,绿色则是下跌。 以下所有的内容都将以台股的标准做讲解。 K线又可以分为红K及黑K,两者差别在于,开盘及收盘价的大小比较。 红K,又称为阳线,收盘价大于开盘价。 例如,开盘价10元,收盘价20元,收盘大于开盘为上涨,因此是红K。 黑K,又称为阴线,收盘价小于开盘价。 例如,开盘价20元,收盘价10元,收盘小于开盘为下跌,所以是黑K。 最常见的K线形态有以下几种。 1.大红K,大黑K,没有上下引线。 红K,胎盘即为最低价,收盘在最高价。 黑K,胎盘在最高价,收盘在最低价。 2.小红K,小黑K,有上下引线,股价跌到低点有买盘支撑,涨到高点有卖压。 当逐身越短,表示买卖双方市均力低程度越高。 红K,经过买卖方交战后,收盘高于开盘价,股价呈现上涨。 黑K,买卖方交战后,胎盘高于收盘价,股价呈下跌状态。 3.光头红K,光头黑K。 只有下引线,当下引线越长,表示反弹的力道越大。 红K,开盘后一度下跌,但之后股价一度上涨,最后收在最高价。 黑K,开盘后就一直下跌,盘中有回涨迹象,但最终收盘仍低于开盘价。 4.光脚红K,光脚黑K。 只有上引线,当上引线越长,卖压力道越大,拉回的程度越大。 红K,代表开盘后,股价曾冲到最高价,却在高档区遇到卖压,但最终收盘价仍高于开盘价。 黑K,表示开盘曾经涨到最高价,但因为卖压沉重,价格一路下跌,并收在最低点。 5.T字,到T字。 T字,代表开盘价等于收盘价,也等于最高价。 开盘一度下跌,但因买气回升,股价一路涨回开盘价。 倒T字则是开盘价等于收盘价,也等于最低价。 开盘后一路飙升,但因卖压出现,最终又跌回开盘价。 6.十字线。 开盘价等于收盘价,出现十字线表示,买卖双方式均力敌,上下引线显示出拉距过程中,最高点与最低点,但最后仍收在开盘价。 10字线的出现,通常是股价即将反转,或是进入盘整的讯号。 7.一字线。 开盘价与收盘价相同,没有最高价也没有最低价。 此情况非常少见,属于极端状况,代表投资人非常看好或看坏,或是极度冷门股才会出现。 了解了K线的意义和常见形态后,提醒投资人,K线是用来记录某一段时间股价的方式,没有办法看出公司的营运状况,还是要搭配其他的分析方式,才能够选出优良的标的。 对于以上内容都了解吗?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,详细的活动资讯在下方说明栏里。 欢迎订阅按赞,分享给亲朋好友,我们下次见。